各位觀眾 我們竟然竟然來到了 札幌要跑Sauppolo Marisol 500公尺水戰 真的很需要風水 這裡 帶大家來北海道 已經知道了 他們這邊很酷耶 他們是分流管制的 擋一邊 要讓人可以交通 這台灣可以學一下 OK 我們已經來到比賽會場 我們去報到吧 謝謝 謝謝 我們有這個入場證了 有這個號碼不然還沒有用 還需要有這個體溫通過的才可以 OK 隔壁有超級多人在領 好像是免費的 AMINOVITAL補給品 我們去看一下 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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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拿到了 每個人都有一份耶 這也太佛心了吧 好啦 我們去裡面 準備一下熱身 各位觀眾我們竟然竟然來到了 札幌要跑Sapporo Marathon 那我們今天要來參加的就是札幌馬拉松的半馬賽事 今天一路上過來 日本賽事的這種氛圍真的是太棒了 相對於台灣來講 現場的跑者真的超級多之外 很多人也在外面直接自己搭起了帳篷 做一個小小的休息區 而且參加的人口真的是超級多 還有非常多的親友也都有到現場加油 我們剛剛現場其實繞了一下那個感覺超級棒 那我們剛剛也已經報到完成 然後領完就是一些補給品 那等一下呢我們即將在賽事是9點半才開始 所以我們等一下大概9點會慢慢移動到起跑的位置 那我今天剛好分在B區 那這次我的目標 希望可以在兩個小時內跑完札幌馬拉松 因為希望可以在邊跑的情況下 邊錄很多內容給大家來分享 OK 那我們就稍微準備一下 等一下就準備到起點去報到 GOGO YEAH我們已經報到完成 剛剛也已經領完了就是 果凍還有一條藍色的Amino Vital Pro 那現場其實剛蠻酷的耶 我剛才排隊的過程聽到蠻多 就是現場的跑者也在洗洗手術討論說 等一下30分鐘前記者要吃胺基酸 所以他們對於這個補給的概念 我覺得是相對於台灣來講 好像更加普及了一些 那等一下我們就在30分鐘前稍微吃一下 這些補給品之後我們就準備往起跑點前進 除了BCN氨基酸之外 火動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才是能量來源 各位觀眾我們現在人來到了 渣黃馬鬆起跑線 他有幾多人 這樣比賽 我記得沒錯應該有大概7000人參加半馬賽事 其他人是參加10K組 那今天的溫度呢 在開始之前其實蠻涼的 大概只有15到17度 但現在9點半 已經溫度升上來了 現在大概已經來到20幾度 所以今天天氣其實蠻熱的 等一下呢 我一樣會佩戴走了兩隻手錶 955還有Apple Watch Ultra 直接來測試一下 在跑半馬的這個過程當中 數據上有什麼不一樣 目標今天可以用2小時內的完賽就OK 好啦 我們準備出發吧 出發了 GOGOGO 炸後馬鬆 半馬賽事 前面其實還是蠻多人的 出發出發出發 GO 其實剛出發 這些人 也是不是很快 也排在A區也是有點奇怪 所以他們的配速分組好像 也不知道為什麼 也是蠻多 我現在大概跑5分 速到4分半 蠻多沒有那麼快的 也是排在A區 這一段也是很漂亮 出發的小段 要來到下坡了 這一場 聽他們原當地的人說 好像算是一個 有一點點河堤的 戰武河堤居多的賽事 雖然後面會到一個 比較四區的公園 但好像前面半段 會跑蠻長的一段河堤 沒關係我們就 邊跑邊看吧 目前配速 目前配速慢慢降到四分半 目標是 慢慢回到五分數的配速 這樣完成就好 這邊天氣其實 蠻乾爽的 就是 濕度很低 雖然太陽很熱 可是這邊蠻乾燥的 所以 跑起來覺得 流汗的程度其實 還算可以接受 三公里 四分半十五 iPouch 四分半十五 兩隻手錶的定位 又更準確了 都剛好是四分半十五 三公里 還有18K 還好笑 七公里 四分三十七 好快啊 這一個集團 這種感覺 就像在看香根藝磚一樣 警車開到 白刀 太強了 怎麼全部都從一間大學 也太厲害了吧 這裡 大家來北海道 一定知道的 八公里 四分五十秒 哇 他們這邊很酷耶 他們是分流管制的 擋一邊 然後讓人可以交通 這台灣可以學一下 他就不會 因為跑步一直跑 然後讓真的要交通的人 沒辦法走 好棒 這是很棒的一個方式耶 太厲害了 只可以進入 回去的道路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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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K 四分四十四 現在跑了四十五分半 還有我十一公里 跑到這裡 感覺好棒啊 超級多人一起跑之外 六邊的兩邊超多加油團 而且現場的看 空氣真的很棒之外 商家們 都出來一起加油 那種感覺真的很好 吃果膠 很可愛 60公里 第十一根 四分五四 4公里,四分四十八秒 四分四十七秒 剩下最後的七公里了 加油加油加油,七公里 五百公尺水站,真的很需要喝水 好了,後面實在太熱了 不喝水真的覺得很口渴 剩六公里了,加油 進水站之前,吃果膠 最後一個補給站了 後面沒了 好可愛 他們在旁邊跳舞唱歌 超厲害 18公里完成,最後3K了 目前時間1小時是25分 最後3公里 大家好,我是天母,鳳梨索 有沒有看到,我今天代表 在雜黃的真菌內體育場 為大家詢問一下 這個主辦單位 關於雜黃馬拉松的相關問題吧 我們有幸可以採訪到 雜黃馬拉松事務局的監援先生 可以簡單介紹一下雜黃馬拉松的特色嗎 這次第47回目的札幌馬拉松 三年ぶり開催 一萬人超過的 旅遊者們來 札幌馬拉松 大家知道札幌馬拉松嗎 北海道的札幌市 旅遊、観光也有 秋天是涼的氣候 所以,大家可以走進去 Half馬拉松 日本現在越來越開放 個人旅遊了 那有沒有推薦給海外跑者 跟來這邊旅行的人 有什麼想要告訴他們的話嗎 皆さんの誘致をお待ちしてます 日本ですね 独特の文化色々あるので 楽しんで頂ける部分と あと自然がやっぱり綺麗な所もあるので 札幌、あと北海道ですね サイクリングなんかも人気で ニセコとか聞いたことあります あと冬もスキー あったりですね 一年中楽しめるような 北海道なってますんで 皆さん遊びに是非来てください はい 高興我們可以採訪一下 今天來參加 雜簧馬拉松的跑者 來詢問一下 請問你是第幾次 參加雜簧馬拉松 初めてです 初めて 那請問你平常有在吃 アミノマイト嗎 結構飲みますね 箱で買ってます 箱で 飲んでます 青いやつ これが一番好きで あの僕は毎回 マラソン走る時には 必ずアミノバイタル飲んでます 為什麼會使用 最後一公里了 21km 1h41分43秒 5分09 5分12 進會場了 最後衝線了 哦 好棒 的路線 折返完往後 就是最後的直線衝線了 加油 也是 YES YES 重點到了 第一大重點 YES YES 到了 哇 剛剛過的21克1小時41 手錶時間1小時43分 哇 耶 完賽 本來完賽梯 還有剛出來 結果這飲料 很累耶 後面後半段時間太陽有點太大了 先喝一下 我剛剛最後 我剛剛最後五公里 幾乎都在抽驚嚇跑完了 我的最後完賽時間 1小時43分23秒 均速大概是4分50秒左右 其實前半段我跑得比較快一點 因為前半段路段都下坡 而且都跑在城市裡 其實跑起來真的是還蠻舒服的 因為風景超漂亮 但到後半段進河堤之後 就直接有點曝曬 而且那段其實比較多上坡的起伏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後段跑起來 稍微辛苦一點 而且路段大概持續了8公里吧 還是9公里 都是河堤 所以後面跑起來 就稍微有一點點這麼 比較容易進入那個 無限循環的感覺 但還有後面稍微調整 比較小可惜 只有在最後兩公里 那邊有點微上坡的時候 大腿兩側 都一直快抽筋 然後我就一直在那邊 調整呼吸 想辦法說 再撐一下再撐一下 然後再加上我肚子 其實前沿不舒服 然後後面也是 一直脹氣的感覺 但沒關係啦 順利完賽了 至少在目標內 1小時45分內完成 終點時間1小時43 好啦 我先試一下補給 等一下再說 YA 我們的札幌半馬完賽 今天的目標時間 在1小時45分內完成 還好 最後達到我自己的標準 因為我其實前面有點太快 那前面是下坡 到後面的時候 開始上坡就有點抽筋 所以我最後5公里 其實是有一點點小小的濕速的 我最後5K平均都在5分10幾 有點小可惜 但因為後面天氣 因為太陽真的出來太大 所以再加上在河堤那段 直接曝賽 跑起來真的有點辛苦 那沒關係 最後最後 還好在1小時45分內完成 我完賽時間是1小時43 那我覺得在日本跑這場比賽 跟台灣比較大的 不一樣的地方是 民眾的參與感其實是非常好的 就是在跑步的賽事過程當中 尤其在市區這一段 可以很明顯看到超級多人來加油 還有很多商店街的這些人也一起進來 就是應援甚至有很多補給拿出來 是非常感動的 甚至有一些小細節 也發現日本賽事辦得非常好 就是像我們剛剛拍到 就是他在賽事中 可能會有封左邊 讓一些行人先通過 不會有時候 像台灣有時候封住整條路啊 就會被罵 因為一直過不了 那台灣日本就有分流的這種概念 其實蠻好的 整體來講 我覺得來體驗 扎豪伴馬的心得真的是非常好 尤其在這麼漂亮的風景之下 跑完伴馬真的開心 期待在接下來 可以跟大家分享更多 我們來參加日本的其他賽事 好啦 我是人家的梁澤瑞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在這邊結束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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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支影片 拜拜